也讲因缘的 这一提起 大家就警觉到 果然没错 我们应当学习 六度万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生活里面 实在讲显示出 应魔所住 而身其心 显示出 无时无虚 显示出 法无我 无我法 佛通达一切法无我 所以 他自己也成就无我法 此正诸法一如 一切法皆是佛法的气象 气象也是气愤 却确实实入了这种境界 四 不离众生 故曰 善护念 行不言之教 故曰 善父主 若善能通达 又贺劳世尊开口 若未能通达 将更说方便 令得通达 即下文 开佛之见事也 由事言之 为开佛之见 由未无我之妙法可也 不离众生 故曰善护念 行不言之教 故曰善父主 这都是须菩提尊者说出来的 所说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平常所做的 佛没有舍弃众生 没有离开众生 虽然居住在道场 每天要到城市里面去 其实天天不离开众生 这是善护念 念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关怀 佛关怀众生 爱护众生 没有离开众生 护 就是保护他 用什么方法 自己做一个榜样 自己做一个好样子 给一切众生看 释迦牟尼佛的生活 衣食住行 一切都随缘 心地那么样的清净 这给众生看 烦恼轻一点的人会觉悟 我为什么斤斤计较 自寻烦恼 日子过得这么苦 虽然富有 富还是过得更苦 释迦牟尼佛什么也没有 他生活过得自在 过得那么快乐 会令众生去想这个问题 这一想他就觉悟了 他自然就放下了 佛不必用言教 做出一个榜样来给你看 他这个户是真的户 这不是假的 行不言之教 不说一句话 教化一切众生 做样子给你看 这是我们中国人讲深教 言教不如深教 一定要做各样子给大家看 若善能通达 又贺劳世尊开口 要像须菩提这样子 一看就明白 不必要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说了那么多话 说得那么累 用不着 看看他的生活行为就开悟了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我们要学佛的生活 要学佛工作的心态 要学佛处世代人皆悟 这真正叫学佛 从世上讲 佛无论在哪一方面 比我们都做得圆满 都做得周到 我们不如 从精神生活来讲 我们跟佛相差 那是天上地下 天渊之别 佛心多清净 佛心平等 佛心慈悲 我们这三样都没有 我们的心不清净 我们的心不平 我们没有慈悲 不但不会爱护别人 说时时在在话 不爱自己 你爱自己 怎么会生烦恼 一个人天天生烦恼 那是爱护自己吗 爱护自己 不可以让自己生烦恼 爱护自己 不能让自己不快乐 你不快乐 生烦恼 连自己都不知道爱护 你还爱护别人吗 佛菩萨真正自爱 懂得自爱 能自爱 而后才能爱护别人 你细细在佛经里面去观察 去体会 这里面其味无穷 法系充满 若未能通达 将更说方便 令得通达 确实所谓上根立志之人 少数一看就明了 就通达 毕竟是少数 多数中等根性的人 必须要加以说明 我们才能通达 要不说明 我们看不出门道 像我们读 金刚经 初学读 金刚经 不懂 金 古来这些大德意解说 再一看 不错 是这个意思 这才能明了 才能通达 我们是中等根性的人 不是上根人 是尊不得不四十九年苦口婆心的来为我们讲解 为我们说明 令我们也能通达 即下文开佛之见事也 底下一段经文要讲这一个主题 由事言之 为开佛之见 由为无我之妙法可也 诸位要晓得 开 就是开示 为我们讲解说明 说明什么 说明佛的之见 佛的之见 换句话说 是一个觉悟人的之见 真正觉悟人的之见 就是此的讲的通达无我法者 明了法无我 通达无我法 这个人的思想 见解 就是佛之佛见 五 虽然 法即非法 若闻开佛之见 而有一之见存 便又成法之 又是我见 起佛之佛见哉 此理当身长思之 这是佛法最困难的一个环节 自古以来 多少学佛的人 走到这个地方走不通 没有方法突破 我们想想 我们有没有能力突破 下面一段开佛之见 如果我们心里面 真的还有一个念头 开佛之见 佛之佛见 又完了 这个路又不通了 又走死了 这就是前面讲的 层层细入 每一个环节都要突破 都要解开 如何突破 一切不执着 必须要用 若无其事 这样才能够突破 稍稍有一点意思在 就不行 这是不能不知道的 不能不留意的 实在讲 我们如果有个念头 要留意 要知道 那又坏了 这难处在此地 真的所谓 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 言传是什么 怕你落实在言语上 一落实在言语就错了 六 众生于一切法 动身障碍 不能通达 因偏执故 偏执即是我见 经令开佛原见 原则不直 开佛正知 正则不偏 众生于一切法 动身障碍 不能通达 因偏直固 这一段讲凡夫的毛病 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种种环节没有方法突破 原因在哪里 这一动就生障碍了 动是什么 念头 所以世尊在本经末后 教给虚菩提 教虚菩提实际上 就是教我们 他教虚菩提 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为人演说 用现在的话 讲是红法力生 世尊在这部经上 从头到尾 不晓得讲了多少遍 受持 读诵 为人演说 用什么样的心态 去受持 去读诵 去为人演说 佛讲了一个原则 不取余香 如如不动 不取余香 是因为法无我 如如不动 是无我法 不就是这两句吗 我们在生活 工作 处世 待人皆悟 事法 佛法都要记住 这两句话 不取余香 如如不动 那就是重重关卡 一帆风顺 就通过了 没有障碍了 你起心动念 就障碍了 你就不能通达 不能通达 说老实话 不但不能进步 会退步 怎么会退步 执着 越是严重的执着 越是虚妄的分别 就越往后退 就像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退的因素 就是妄想 分别 执着 你这个东西越严重 退的就越多 因偏直固 偏是偏见 直是执着 偏见是妄想 这两个字 偏直 就是妄想 执着 因为这个缘故 偏直即是我见 有了我见 当然就有我相 于是四见 四相统统俱足 这又退到凡夫了 菩萨就退到凡夫 麻烦在此的 错在这个地方 我们学佛 大家现在都知道 不是这一生才开始 过去生中生生世世 无量劫来 善根 福德诸位都了不起 过去生中都曾经供养 无量无边诸佛如来 为什么今天还落得如此地步 原因在哪里 念念 金刚经 都明白了 原因就是执着四见 四相 没有办法把四见 四相舍掉 换句话说 没有做到 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 这两句话没做到 如果做到了 早就成佛 成菩萨 取香 就是这相 眼见色 耳闻深 动心 这个我喜欢 那个我讨厌 就这了 就动了心 起了烦恼 妄想 分别 执着三样都具足 所以学佛也不行 大家在一块共修 为那施法器 敲错了一下 都生烦恼 你说糟糕不糟糕 他为什么会生烦恼 这相 这才晓得难 为什么深深逝世 搞到今天这种地步 没有成就 我们的病就在此地 所以你才晓得 后头这两句开示 是我们这一生修行成败的关键 真正能够做到 外部着香 内部动心 外面如法也好 不如法也好 都不执着 心永远保持清静 永远保持光明 这样才能突破 还得要 无助身心 无助 是样样放得下 无助 身心 要生起真诚热心 去帮助一切众生 这个帮助 要做一个好样子给人看 就是帮助 不一定说 你有什么麻烦 需不需要我帮忙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做一个好榜样 就是帮助 像释迦牟尼佛这一持波 入舍位大臣启实 那就是帮助 无量无边的众生 做出一个放得下 那个样子 做出一个随缘的样子 不要搞成一个攀缘的样子 经令开佛原见 原是原满 原是原荣 原则不值 稍稍有一点执着就不圆 知见就不圆了 说到这个地方 我们这里有几位同学 发心将来学讲经的 经要讲得好 见解要圆 要能达到圆解 我们叫下场讲 大开圆解 禅宗里面讲 大彻大悟 大开圆解跟大彻大悟 同一个境界 要怎样才能做到 还是 金刚经上两句话 不取余香 如如不动 古德的这些注解 我们可不可以看 可以看 要怎样看 不取其香 要这个看法 要如如不动 你才能看出意思 换句话说 古人注解提供我们做参考 这个可以 不可以执着 执着就错了 为什么不能执着 连佛都无有定法可说 不但无有定法可说 简直就是无有法可说 你怎么能执着 不能执着 不执着就对了 我可以听 我可以看 我绝不执着 心永远是清静的 这个听了会生智慧 会开智慧 稍稍有一点分别 执着 就把你的雾门堵死了 你会跟着别人转 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你没有智慧 这个要紧 当然 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我们开头学 一定要跟着人家走 这是自古以来初学的人 不能避免 为什么 自己不认识路 只好跟着人家后头 等到自己认识路 不要跟人了 可以走在前面 带着别人走了 不认识路时跟人走 没错 认识路 带路 带头 带着别人走 诸位从这比喻当中 细细去深思 所以圆融的知见 圆满的知见非常要紧 圆就没有执着 执着就不圆 开佛正知 正则不偏 偏就不正 七 欲开通无我之智慧 达到无我之理体 必先通达其知见 彼的见无不圆 知无不正 华言 法华 里面所讲的 佛之佛见 正知正见 这个很重要 圆之 正知 金刚经 上给我们说出这个标准 用这个标准来观察 来衡量 是不是圆之圆见 是不是正知正见 就不会错误 换句话说 凡是夹杂着妄想 分别 执着 这个知见决定不圆 不正 离开妄想 分别 执着 他的知见就是圆 就是正 符合 金刚经 上所说的 一如 无实无虚 符合经上所讲的 法无我 无我法 这个知见才是圆 才是正 八 无我法 亦可分为无我 无法 然无论忍我 法我 总亦我直 而法我系于忍我 法我无 忍我自无 故不必局分而是说之 无我法 亦可分为无我 无法 然无论忍我 法我 总亦我直 而法我系于忍我 这个要懂 不能不懂 佛跟我们讲两种 无我 法相宗一入门 法相宗入门的第一本书 百法明门论 天清菩萨造的 这是相宗入门的第一本教科书 百法明门 讲的是什么 百法是讲一切法 它里面讲两桩事情 一句话两桩事情 一切法无我 一切法把它归纳成一百法 百法是一切法 无我 里面讲两种 人无我 法无我 一切法里面无我 可见得 法无我 这三个字 一步 百法明门论 就解释这个名词 就解释 法无我 这一句话 无论是人无我 法无我 总而言之一句话 就是一个我直 但是 人我直 粗 这个执着粗 法我直 细 还是我直 破了人我 就正阿罗汉果 见思烦恼断了 我直破了 人我直破了 他还有法我直 法我直 还是我直 但是那个执着为细 不像前面这个粗重 法我直到什么时候破镜 破镜就成佛了 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香无名 没破 那是法直 最维系的法直 谁执着法直 当然还是我 没有我 哪个执着 你猜晓得 等觉菩萨还有非常维系的我直 那个断掉之后 完全做到 无我法 无我法 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 等觉菩萨都不行 等觉菩萨懂得 法无我 还没有做到 无我法 一定到成佛 如来的果味上 最后一品身香无名也断了 那是道 无我法 两种执着 忍我直 法我直 统统断尽 法我无 忍我自无 这是一定的道理 忍我直断了 法我直在 法我直断了 忍我直一定断 这是粗细的差别 故不必菩萨二世说之 法乡宗里面 把它分为两桩事情 说得很详细 信宗 没有那么繁琐 他讲的是总纲领 总原则 所以往往在一句话里面 统统把这个意思 圆圆满满的包含 这是信宗跟乡宗说法的 意趣不相同 中国人的根性喜欢简单 不喜欢麻烦 所以对于信宗 中国人是特别的爱好 禅能够在中国 这样的普遍 这样的殊胜 有他的道理 非常适合中国人的味道 法乡宗也不容易 玄奘大师辛辛苦苦 把它传到中国来 到现在 对于法乡爱好的人比较少 为什么 太麻烦了 说得太详细 太繁琐 反而叫人不太容易接受 特别是现代这个时代 大家工作繁忙 生活紧张 分秒必争 哪有时间去分析 这些复杂 琐碎的法乡 所以法乡在现代 这个世界要推行 有它困难的因素 这些我们都要明了 自己修学 寻着哪个方向 劝导一切众生 要知道选择哪一种法门 最简单 最容易的 无过于念佛 道理懂也好 不懂也好 没有关系 只要老实念都能成功 这是大家最欢迎的 中等根性的人说 叫我老实念 我老实不起来 我不明了道理 为什么要这个念法 那就跟他讲解 尽宗经典就可以了 把西方世界详细的介绍 他知道了 明了了 产生信心 产生怨心 产生向往之心 他的佛号就得利 果然能够把这个世界 不再牵挂 都能放下 他就决定的身 这是在所有一切法门 无比的殊胜 就是他简单 容易 直接 稳等 所以 金刚经 将为农居士一身研究 金刚经 讲解 金刚经 注释 金刚经 劝人老实念佛求生净土 这是公布堂捐 如果不生净土 一 金刚经 理论 方法来修行 很难成就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般若言习报告 第八十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 灵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八月零 请先开经本 第一百八十八面 一三二 开佛之见明 原见明不值一 虚菩提 余意云合 如来有肉眼不 如是 世尊 如来有肉眼 虚菩提 余意云合 如来有天眼不 如是 世尊 如来有天眼 虚菩提 余意云合 如来有慧眼不 如是 世尊 如来有慧眼 虚菩提 余意云合 如来有法眼不 如是 世尊 如来有法眼 虚菩提 余意云合 如来有佛眼部 如是 世尊 如来有佛眼 这一段经文 为我们说出佛有五眼 通常我们称之为 五眼原名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问答里面的含义很深 绝不是我们粗心大意的人 只听听他的表面而已 一 此见不举止眼见 由言见第二 知见皆从理至初 原非一体 但约有所表现约见 约了了于内约之 这是首先把这一段的大意 也就是课题 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开佛知见 说明原见 原 有圆满的意思 有圆融无碍的意思 见 不局限在眼见上 而它真正的意思是讲见地 也就是说 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 认识多少 体会多少 这就是所谓的见地 对于这一个世语力 可以说是无限的深广 越是地位高的菩萨 体会的就越深越广 因此小乘有四果四项的差别 大乘菩萨有五十一个阶位的差别 这都是他们的见地浅深 广辖不相同 无论是浅深 无论是广辖 凡是讲道 见地 都是从智慧里面生起来的 从理智出的 也就是本经里面所说的般若智慧 般若智慧是一 误入的浅深不一样 差别在此地 差别里面有无差别 无差别里面有差别 由此可知 差别跟无差别的确是一如 也归到万法一如 但是就有所表现叫它做 见 如果就境界上了了分明 就称作 知 所以知见差别在此地 实在讲 知见的意思非常接近 但是还有维系的差别 就表面上看 经上讲的五眼 肉眼比天眼 肉眼就显得粗 天眼就讲道维系 天眼如果跟慧眼比 慧眼见得就深 就广 天眼不及慧眼 慧眼不如法眼 法眼不如佛眼 这就是从表现上来看的 说之为 简 二 凡夫 肉眼 所见有限 为烦恼所障顾 天眼 有由业力报的 有由定力修得 凡夫其此二眼 若 慧眼 以上 非修出是法不能得 凡夫肉眼 所见有限 为烦恼所障顾 凡夫的知见 确实很浅 凡夫肉眼的知见 跟如来果地上佛眼的知见 相不相同 给诸位说 是相同的 都是一般若政治起作用的 为什么肉眼跟佛眼不一样 原来佛眼没有障碍 肉眼有障碍 除了障碍都一样 有了障碍 见的功能就不一样 领悟的能力也不一样 这是烦恼所障 天眼 有由业力报的 有由定力修得 凡夫其此二眼 其是等其的意思 就是凡夫这个见的能力 可以达到天眼 天眼 如果生到天上 那是报的 果报当中报的的 没有生到天上 我们世间人也能够的天眼 这个天眼是修得的 世俗人称之为神通 通力 现在中国称作特异功能 我们听到他们的名词里面讲 说是X光眼 这都是属于天眼 确实是有报的的 有修的的 若慧眼以上 非修出是法不能得 由此可知 凡夫纵然修行修得很好 修到神通发现 他也不过是天眼而已 慧眼他没有 为什么 慧眼要正的正觉之人才有 正觉是阿罗汉 一定要见思烦恼断了 你才有慧眼 菩萨有法眼 佛如来果地上有佛眼 所以慧眼 法眼 佛眼 都必须是在佛门里面真正修行 才可以得到 底下为我们解释法相名词的含义 三 慧眼 以根本智 照见真空之理 法眼 以后的智 照见差别之事 得根本智后 方能得知 慧眼 以根本智 照见真空之理 我们叫他做慧眼 由此可知 慧眼的标准 是要正的根本智 我们佛门里面常讲大彻大悟 禅宗大彻大悟 教下大开元解 念佛人的一心不乱 都达到这个境界 根本智 是 班若经 尚所说的无知 诸位一定要记住 班若无知 班若是称性的真实智慧 真实智慧里面说无知 无知 给诸位说 绝对不是白痴 白痴怎么能够称为根本智 从无知起作用 就磨所不知 所以 班若无知 磨所不知 由此可知 无知就是讲的清净心 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禅定 这是甚深的禅定 世间法里面没有 世间法的禅定 佛在经上讲四禅八定 的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的这种禅定 将来可以生四禅天 色界天 超出玉界 如果在修的四空定 它超越色界进入到无色界 无色界的四空天 所以这个我们称之为 四禅八定 虽然身到四空天 诸位要晓得 并没有出三界 换句话说 它的定功能 服烦恼 没断烦恼 见思烦恼 它有能力统统扶住 不起作用 在它定力起作用的时候 把烦恼扶住了 这一个阶段可以说 它所得的是正寿 它所得的是三昧 为什么不叫它做正寿三昧 是因为它是暂时的 而不是永恒的 四空定里面最高的一层 是非想非非想定 它的定力能够支持八万大劫 这时间实在是很长 真正不可思议 可是八万大劫到了以后 它的定会失掉 依旧会退转 会堕落 由此可知 三界六道里面的定功 佛所说的五种兽里面 苦、乐、忧、喜、舍 它叫舍兽 暂时的舍兽 不能叫三昧 如果这个定得到 永远不会失掉 那就叫三昧 那就叫正寿 必须再用功夫 再努力 把定功向上再提升一层 佛门称之为九次地定 在《冷言经》 上佛也说得很详细 第九定超越六道 超越轮回 正阿罗汉果 见思烦恼断了 这个时候会掩开了 会掩开了就是见到真空之理 真空之理是什么 见到一切诸法的体性 万法皆空 勒不可得 阿罗汉见到了 见到这一个事实真相 他的心清静了 于一切法里面 决定没有妄想 分别 执着 这是第九定的境界 在 班若经 里面 称这一种境界为 根本质 阿罗汉 阿罗汉虽然知道一切法皆空 但是一切现象怎么来的 他不明了 空会现相 相会变化 这个事情非常复杂 阿罗汉不能明了 阿罗汉为什么不能明了 他不学了 他正得空力之后 他自己在那里享受 不肯再求学 所以他的智慧不圆满 只明了一部分 另一部分不明了 也就是他明了本体 他不明了现象 菩萨正的根本质之后 依旧不断去学习 去参学 参学为了什么 为了后的质 照见差别之事 对于实法界一正庄严 怎么发生的 怎样演变的 这里面因因果果无量的繁杂 菩萨学习 都把它搞得清清楚楚 这种智慧叫 后的智 我们在 大放广佛华言经 里面看到 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善才学佛的根本老师 就是他的指导老师 是文书施力菩萨 他是文书菩萨的学生 在文书菩萨会下的根本质 诸位如果细细去看 四十华言 你要不细心 你不可能发觉 文书叫善才教了些什么 好像没教他东西 正如同我们中国古来大德 叫他的弟子一样 你发大心了 要想出家求道 求道就是求智慧 师父给你安一个工作 天天叫你去做工 禅宗六祖慧能大师 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见了五祖之后 说了几句话 五祖就派他到草房里面去做工 他的工作是聪明 破柴 做苦工 八个月跟五祖没有见过面 你想想看 五祖传了他什么 我们看好像没传给他 慧能大师是真正的受用 那是教他什么 教他修根本质 根本质就是教他把一切之鉴统统放下 恢复到心地清净 一念不深 这叫根本质 心清净 心不动 也就是金刚经 末后所说的 不取于香 如如不动 就修这个 你要真的去做 每天叫你去工作 工作是修身 诸位要晓得 身体是一个机器 机器要是不动 就要生锈 就要出毛病 所以身要动 他每天破柴 每天聪明 在劳动 身要劳动 要动 心要清净 心里面不能有一个妄念 他在黄梅是用这种功夫 完全在那里修清净心 外部着香 内部动心 用这个功夫 这个功夫成就 根本质成就了 根本质得到之后 智慧开了 老师不会再留你 老师如果再留你在身边 他对不起你 一定要送你出去参学 所以五十三参 参学了 参学是什么 成就你的后的智 但是你根本质没有得到之前 决定不能离开老师 离开老师危险大了 你就会出麻烦 为什么 你没有能力辨别邪正 没有能力辨别是非 乃至于厉害 你都不能辨别 你不跟老师怎么办 由此可知 根本质得到之后 就有这个能力 一切诸法 哪是真的 哪是假的 哪是邪 哪是正 哪是事 哪是非 一接触就明了 有这种能力 这才叫根本质 这个时候才出去参学 参学是成就后的智 后的智就是 魔所不知 班若的修学是这两个阶段 明白这个道理 无论从事哪一种学术的研究 世间学术 出世间的学术 乃至于这世间无量无边种种的行业 也离不开这个原则 古时候学手艺 譬如学木匠 跟一个木匠师傅做学徒 你也就跟一个老师 不能跟两个老师 完全听这个老师的指导 学规矩 那才能成方圆 在这个地方奠定基础 也就是根本质 根本质得到之后 而后才能达到巧妙 巧妙是自己功夫往上提升 老师只能教你规矩 不能教你巧 但是那种善巧 一定是从规矩上建立 从规矩延伸的发展 这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不依规矩 你怎么能成就 末后这两句说得好 的根本质后 方能得知 才晓得根本质没有得到 不可能有后的质 后的质 决定是从根本质里面发生的 这个根本就像一棵大树一样 是根 主干 后的质是什么 枝叶 花果 枝叶 花果都是从根本生的 没有根本 哪来的枝叶 花果 这个说法里面含义就很深 很广 诸位要细心去听 细心去体会 然后你才能得受用 现代人修学 特别是修学佛法 大多数违背这一个成规 不求根本质 他就求后的质 不讲求根本 讲求枝叶 花果 他讲求这个东西 有没有效 看起来好像也有一点效果 花也开了 果也结了 花与果是什么 我们桌子前面摆的这些花果 没有根 没有本 他是死的 不是活的 就像花瓶里面的插花一样 虽然很美 很好看 不耐久 几天就凋谢了 这是比喻现代人学佛 谈不上成就 没有从根本上下手 这是很值得我们去反省 去减点的 四 佛眼 智无不及 照无不原 为佛有之 古得云 前四在佛 总明佛眼 我们明白这个意思 前面意思都可以体会到 在我们凡夫只有肉眼 其他的都没有 如果在天人 天人有天眼 肉眼也叫天眼 阿罗汉有慧眼 阿罗汉的天眼 肉眼都叫慧眼 菩萨有法眼 菩萨的慧眼 天眼 肉眼 统统叫法眼 在如来果位上统统叫佛眼 五种眼都叫佛眼 这是智慧达到究竟圆满 照无不原 虚空法界过去 未来 佛没有见不到的 没有不明了的 这的确不容易 凡夫要修到这样的果位 带经里面说的好 需要经历无量节 不是三大阿僧止节 佛常讲三大阿僧止节 并没有讲错 三大阿僧止节是从什么时候算起 你要知道 三大阿僧止节是从原教出注菩萨算起 你要正的原教出注 你到成佛的果位 三个阿僧止节就成功了 你要没有到原出注以前 没有算在里面 所以要把前面这一段算在里面 实实在在讲是无量节 这个话一点都不假 原出注是什么境界 剑丝反脑断了 沉沙反脑断了 四十一品无名破了一品 这是原出注的境界 我们禅宗里面讲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 就是讲的这个境界 从经上这种说法 我们会感觉的非常沮丧 感觉到前途渺茫 一点希望都没有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幸亏有一个特别法门 念佛求生净土 这个法门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希望 他好在什么地方 不要断烦恼 剑丝 沉沙 无名不断 都可以往生 往生的条件 只要具足性 愿 行三个条件就成功 要真正的相信 一丝毫的怀疑都没有 要有恳切的愿望 希望生到极乐世界 希望见阿弥陀佛 性与愿 偶艺大师说的好 是我们能不能往生决定的条件 行事讲念佛 专念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之外 都不能念 你要知道 你念其他的 都是念六道轮回 一切念头都舍弃 都放下了 就是把轮回放下 把六道放下 一心专念阿弥陀佛 求生净土 这叫行 偶艺大师大师告诉我们 深到西方极乐世界 品位的高下 决定在念佛功夫的浅身 大家注意到浅身 不是多少 念佛念得多 不一定功夫深 念佛念得少 不一定功夫浅 浅身是从什么地方讲 从福烦恼上讲 换句话说 念佛人烦恼轻 智慧长 心地清净 这叫做功夫 如果他每天念的佛号多 念十万身佛号 他的妄想 分别 执着还很重 这个没用处 虽念没有功夫 诸位要知道 往生的条件 虽然讲的是信愿行 信愿行要有功夫才能往生 信愿行没功夫不能往生 这个功夫就是心清净 心越清净 往生的品位就越高 心净则佛图净 要懂这个道理 五 佛眼至照 以俗地言 便和杀世界与低点数 息知息见 其他可想已 故自无始来 穷未来计 便虚空 净法界 一切众生 乃至一极为细众生 此此身比 根性足类 以及其心动念 前因后果 千万差别 极细为之事相 无不惜之 无不惜见 佛眼至照 以俗地言 便和杀世界与低点数 息知息见 其他可想已 佛眼见的能力 制造我们不说它 我们讲它眼见这种能力 大家好懂 这里举一个例子说 以俗地就是以我们凡夫的见解来观察 这几天词的也下雨 你们都看到了 天上下了多少滴的雨 你们晓不晓得 新加坡这个地方不大 雨水滴的数量也不会太多 经上比喻说 便和杀世界 便是普遍 和杀世界是横和杀树那么多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佛国土 大千世界 横和杀属的大千世界 每一个世界里面也都有下雨 雨水滴了多少点 佛都看得很清楚 看得清楚是见 知道他滴了多少滴 那是知 知见 佛有这种能力 悉知悉见 其他就可想而知 这些话大小 成经里面都有 世尊当年在世说这个话 听的人不相信 你一看就晓得 有人去测验 就是考一考佛 你说你有这种能力 就请佛看这一棵树 这树有多少片树叶 佛一看马上就说出来 这说出来之后 也没人去树 那到底是真的 还是假的 这个人很聪明 把那个树摇一摇 树叶落下来一些 他把那个落叶树一数 就知道了 再问佛 你现在看看这有多少 佛又说一个数字 两个一笔 果然没错 这才佩服了 才知道佛的知见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佛只要一见 连数量都清楚 故自无始来 穷未来计 便虚空 净法界 一切众生 乃至一极为细众生 此此生彼 根性族类 以及其心动念 前因后果 千万差别 极细为知识相 无不惜知 无不惜见 佛真有这种能力 我们读了这一段毛骨悚然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 想瞒着人 能瞒得过人吗 人可以瞒得过 人是凡夫 可以瞒过他 诸佛菩萨瞒不过 极乐世界的人瞒不过 无量寿经 上所讲的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得到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 他们的眼跟佛眼没有两样 天眼动视 天耳彻听 他心便知 那个能力几乎跟佛没有两样 我们起心动念 他都知道 你想想 有什么事情好瞒人的 今天世界上常常讲的 隐私权 你对谁隐私 佛这种能力 诸位要晓得 这是我们自己的本能 绝不是只有诸佛有 我们没有 我们有 我们的能力 跟诸佛如来的能力 是相同的 相等的 现在我们这个能力失掉了 失掉并不是真的失掉 本能怎么会真的失掉 所以佛在经上常讲 这叫迷失 迷失忘掉了 并不是真正失掉 迷失了 因为有障碍 烦恼障 所知障 妄想 分别 执着 这些东西障碍住了 几时把障碍破掉 我们这个能力又恢复了 就这么回事情 我们学佛 要希望成佛 成佛不是为别的 恢复自信本具的得能而已 戴经上说 圆满菩提 归无所得 成佛 成佛之后你的什么 什么也没有得到 所得到的都是自己本来具足的 自信里面本来具足的 自信以外 什么都没有 恢复性得而已 这一段文 我也希望同学们要多念几遍 要常常记在心里 我们起心动念 自然就小心谨慎 动一善念 诸佛欢喜 动一个恶念 诸佛感叹 怎么又迷惑了 因缘果报 丝毫不爽 只要你四项 四见没破 你在六道里面 决定逃不了因缘果报 善因有善果 恶因有恶报 没有办法避免的 这是佛常讲 众生未果 菩萨未因 众生迷惑颠倒 造作罪业 果报 现前 害怕了 害怕有什么用 无济于事 菩萨跟众生不一样 菩萨聪明 菩萨怕造恶因 不造恶因 他就没有恶报 由此可知 菩萨才真正生性因果 起心动念 他都小心 都谨慎 六 正佛性 会为因 定为缘 因清缘书 故定多不及会多 定会为能均等 故菩萨但分正法空 分见佛性 为佛与佛 定会均等 寥寥见性 如观掌果也 正佛性 会为因 定为缘 因清缘书 故定多不及会多 定会为能均等 故菩萨但分正法空 分见佛性 佛性就是自性 就是真如本性 这个地方讲的佛性 不是讲别的佛 是自己的佛性 什么样的条件 你才能够正的佛性 一定要会 般若智慧 般若智慧是能正 真如本性时所正 会从哪里得来 会从定当中得来 界定会三学 会是主 我们要想得到的是智慧 界定是手段 应界的定 应定开会 界定会三学 会是应 界跟定都市缘 三学的目标 你要是清楚明白 你就知道要怎样的修学 持戒是我自己持戒 与别人不相干 这一点一定要清楚 我自己戒持得很好 别人不持戒 犯戒的犯戒 破戒的破戒 我看到心里就难过 这个没有用处 你心里面起烦恼了 你还能得定吗 应界的定 你还能得定吗 自己持戒 不要去管别人 会能大师讲得好 若真修道人 不见是坚果 别人与我不相干 我持戒是为了我心清净 持戒的目的是得定 得定的目的是开会 要把目的搞清楚 这个三学就如法 现在我们看到持戒经研的人 你仔细去接触 感觉的不如法 他戒律不错 是持得很好 可是脾气很大 供高我慢 瞧不起人 认为自己戒律经研 别人都犯戒 破戒 瞧不起人 他不持戒还好 对人还有尊敬心 一持戒了 对别人没有尊敬心 这个不如法 这不能得定 不能开会 他所持的那个戒 是六道里面有漏的福报 如果极度 甜恨心重的话 他戒律很严 将来往生到哪里 生到阿修罗里面去了 阿修罗的夜音就是如此 持戒是有福 供高我慢 堕阿修罗到 搞这一套去了 定多不及会多 还不如会多 这是大乘佛法 重视般若智慧 但是 最好定根会要平等 这样才好 平等能见性 能开悟 不平等 对于明星见性 往往也深了障碍 所以讲求的是定会等时 这样才好 平等非常非常难 达到平等的时候 往往就明星见性 就能够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身 在不平等的时候 会多也没有办法破无名 定会未能均等 故菩萨但分正法空 他不能够圆正 像初驻菩萨 破一品无名正义分法身 二驻菩萨破两品无名正 二分法身 分正不能够圆正 见性也是如此 分见佛性 明星见性分分见 为佛与佛 定会均等 真正达到等 道如来果地上完全相等 定会等 一丝毫的差别都没有了 寥寥见性 如观掌果也 寥寥是形容它清楚明了 它见性见得非常的圆满透彻 就像观掌中的眼摩罗果 这个果是佛经上讲的 佛经上所说的比喻 7. 佛说五眼 只在戒五眼 以明佛见圆荣 见性圆明 有如圆境 胡来献胡 汗来献汗 出无容心 正所谓 不有而有 有而不有也 佛说五眼 只在戒五眼 以明佛见圆荣 可见得前面这一问一答 它的深意在此 让我们在这里面体会到佛的知见圆荣 见性圆明 有如圆境 圆境是比喻 胡来献胡 汗来献汗 出无容心 诸佛菩萨用心 的确像镜子一样 决定没有分别 执着 胡是外国人 中国古时候叫外国人叫胡人 外国人照镜子 镜子里面现外国人的面孔 汉是中国人 中国人照镜子 镜子里面现中国人的面孔 不管是胡人 汉人照镜子 镜子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这个意思是诸佛菩萨用心 像镜子一样 使法界一正庄严 他照得清清楚楚 就像一面镜子 绝对没有分别 执着 我们凡夫用心 用错了心 我们也照 但是起分别 这个喜欢 那个讨厌 他就生烦恼 他生这个东西 我们这个镜子 心静照外面生烦恼 诸佛菩萨的心静照外面生智慧 诸佛菩萨要知道 生烦恼就不生智慧 生智慧就不生烦恼 为什么会生烦恼 因为你有妄想 分别 执着 为什么他生智慧 他没有妄想 分别 执着 这个差别的道理 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六根接触六成境界 一定要记住经里面的教训 外不着香 不取余香 外不着香 不着香就是不分别 内不动心 不动是什么 不起好物之心 你的心就清净 心就平等 清净 平等就是决心 决就是智慧 生智慧 正所谓不有而有 有而不有也 这两句话说明事实的真相 佛的六根接触六成境界如是 我们哪一个人六根接触六成境界不如是 毛病就是出在打妄想 一天到晚胡思乱想 这是我们的病根 无量节来在六道里面搞生死轮回 根本的原因就是胡思乱想 妄想已经养成习惯 想不想还不行 想断 断不了 这个麻烦真大了 稍稍涉猎到精益的人 都知道这回事情 但是无可奈何 连学佛都打妄想 这才知道我们的病太重太重了 佛教给我们 把妄想改变成阿弥陀佛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非常有效果的方法 我一天到晚想什么 想阿弥陀佛 可是我很想想阿弥陀佛 但是想不起来 这个念头常常会被其他的妄念打断 这个事情麻烦了 因此必须要有人提醒你 假使真的有一个人一天到晚低谷 你要想阿弥陀佛 你听到这个太繁琐 太讨厌了 你又受不了 所以现在我们用什么方法 供佛像 供一尊阿弥陀佛的佛像 一看到 我就想到阿弥陀佛 现在又有念佛基 一听到佛号 阿弥陀佛提起来了 这是个好方法 娑婆世界的众生 耳根最立 所以念佛基非常有效 如果你家里面的人 不厌烦的话 念佛基应当一天24小时不能中断 佛号不能中断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不想佛 就胡思乱想 就搞六道轮回 这个事情非常的可怕 8.菩萨应开如是剑 通达如是无我法 云和通达 为再不止几剑 不值一剑而已 云和能不值 首当大开远解 令其见地彻底 则执情自薄 极富力除习气 离乡离念 正的诸法一如 方位就进而 菩萨应开如是剑 通达如是无我法 云和通达 为再不止几剑 不值一剑而已 这一句是我们修学成败 关键的枢纽 菩萨应开佛之佛剑 法华经 里面是尊讲的 开示误入 目标就是佛之佛剑 开佛之剑 是佛之剑 误佛之剑 入佛之剑 功德就圆满了 佛的之剑是什么 知道一切法无我 安住在无我法 如何通达 唯一的方法 就是要把自己的成剑舍掉 决定不能执着 执着就错了 成剑里面最深的 无过于我剑 我相 这是成剑里面最深的 起心动念 都有一个我 我的想法 我的看法 大错特错 诸位细细去观察 大藏经 佛从来没有说 我怎么说法 我怎么想法 我怎么看法 没有 经典上 如是我闻 那个 我 是随顺众生说的 决定没有执着一个 我的念头 没有 所以他心生智慧 佛菩萨所说的一切法 他一接触 通达无碍 他能够明了真实意 我们今天有障碍 也有障碍 看佛经看不懂 把意思看错了 而有障碍 听不懂 也把意思听错了 障碍的根本在哪里 在我见 我直 所以你要想破除这个障碍 真正通达 佛所讲的真实意 唯一的方法 不执着己见 不执着一见而已 云和能不执 首当大开元解 令其见地彻底 则执情自保 这个事情是真难 真正不容易 要不大开元解 要不明心见性 要不能得一心不乱 做不到 可是这些事情难 非常非常困难 难也有办法 什么方法 大概我们现在所讲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很不好度的 是一切众生里面 最麻烦的一类 知识分子老实说 就是不老实 不老实的分子 最好的方法是读经 为什么 读经对他来讲 比较契机 参禅 念佛他没有这个耐性 没有法子引起他的兴趣 他喜欢知识 读经 经要怎么读 一门深入 读序许多多经 不行 不能生效果 读一部经 一部经老老实实念 每天从头到尾念 念上十年 心定了 定了就能开悟 就能入这个境界 这个法字庙 你们看 谈经 里面法达禅师 法达禅师念 法华经 三千部 法华经 的分量相当大 一天念一部 三千部是十年 三千是说整数 是十年的功夫 所以在六组会下 被六组一点 他就豁然大悟 再看 谈经 里面讲的 无尽藏笔丘尼 这个人读 涅槃经 涅槃经 的分量比 法华经 还要多 三十六卷 在中国有两种译本 一个四十卷 一个三十六卷 比 法华经 要多好几倍 他也是一身 专门授持一部经 念到心定了 遇到六组 六组给他讲一遍 他开悟了 这就是说明 阴界的定 你念一部经 是戒 是持戒 持戒久了 就的定 他心里面 没有妄想 他有时间 就读经 就读一部经 一遍读完了 再读一遍 一直这样念下去 他心是定的 定就能开智慧 这非常非常重要 古来这些大德 不但是讲给我们听 事实人家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 言教身教 说法转 做正转 我们还不能体会 那就没有法子 真正能有所体悟 就应当依教奉行 一门深入 我们这一生才有个出路 真正能够超越生死烦恼 超越六道轮回 即使念佛往生也是增高品位 所以迫执着非常重要 这是我们说出用读经这个方法 极富力除习气 离乡离念 正的诸法一如 方位就进而 这是最终的目标 我们这一生虽然达不到 但是决定要向着这个方向去精进 尽心尽力去做 做到多少算多少 这样就好了 不可以说这个境界太高 我做不到 算了 我不向这个目标做了 那就错了 一定要向这个目标去走 向这个方向去走 这就对了 九 经中繁衍于义云合 皆是探寻见地之词也 繁衍做事念 能做事念否 莫做事念 乳物为做事念等等 皆是破其直见 另开原见也 经中繁衍于义云合 这个句子在 《金刚经》上很多 凡是这种句子 皆是探寻见地之词 我们要懂得它用意之所在 这是世尊考验学生的一种方式 测验它的功夫 它的见地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它的见解 达到什么样的境界 凡言做事念 能做事念否 莫做事念 乳物为做事念等等 这些词句也是在本经里面常见的 这些词句里面的含义 皆是破其直见 另开原见 可见得佛的用心非常维密 字字句句里面都含有很深的意义 都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 要紧的是众生心要细 心要虚 虚是不能有妄想 分别 执着 你才能够体会的佛的意思 这是说明不值一 疑不能值 底下一段经文 疑也不能值 心才清净 133 明不值一 虚菩提 余意云合 恒合中所有杀 佛说是杀不 如是 是尊 如来说是杀 乍看这个经文 的确很难体会到 佛说这一句话用意何在 一 如来说是杀 若不着相 则见相及见性 又何必说不是杀 此证明一切皆是 以前为戏之直 如来说是杀 这是虚菩提尊者答复的 前面我们看到 即非是名 这个地方 虚菩提没有说 恒合中所有杀 即非是杀 是名是杀 他没有这个说法 如果讲即非是名 我们好懂 那个意思就是可深可浅 如来说是杀 我们反而难懂 这个意思是深了 说明佛没有一点执着 众生怎么说 佛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你怎么说 我随顺你怎么说 佛没有执着 如果注解里面不说明这一段经文 证明一切皆是 以前为戏之直 我们很不容易懂这一句话 它的用意之所在 底下这一段就有了 二 佛眼洞彻一切法差别事项 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不坏俗地 故世俗既说是杀 如来亦随俗而说是杀 以名如来之不值一见也 佛眼洞彻一切法差别事项 使法界一正庄严 无量无边差别的事项 佛都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但是佛能够 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横顺 你们怎么说都好 佛就跟着我们说 在随喜里面成就功德 功德是什么 是定 是会 不但定 会没有失掉 定 会反而因之坚固 因之增长 这叫功德 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应当要学习的 不坏俗地 俗地是众生的知见 众生的见解 虽然佛晓得 你们见解释错了 你们想错了 看错了 说错了 做错了 佛并不马上给你纠正 还随顺你 这叫不坏世间法 故世俗既说是杀 如来亦随俗而说是杀 以名如来之不值一见也 要是以如来眼光来看 恒河沙是什么 是刹那生灭的相续相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那是佛看到真相 但是佛没有说破 你们说杀 佛也说杀 佛完全是恒顺众生 佛一丝毫没有执着 他能够顺众生 三 当知不依不义之意 便是法法皆如 此正佛之所正所得 即是佛之原见 虽见而不利见 乃能于一切法不值而无我 乃能如是如是就尽正得 一意不值 是破除我见之会见也 当知不依不义之意 这里面为我们说出来 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枢纽 前面我们曾看到 无时无虚 这是一切法的真实相 不依不义 同样也是一切法的真实相 说一个无时无虚比较好 何必还要再搞个不依不义 佛的意思到底在哪里 说了魔时无虚 怕你执着无时无虚 换一个话题来讲 不依不义就是无时无虚 教你离名字相 所有一切名字术语也是假设 这个地方就是怕你身为戏的执着 有这个执着就是障碍 有这个执着 无名就不能断尽 不依不义不义是从相上讲的 森罗万象不一样 不义是从性上讲的 实法界一正庄严 同一个法性 没有两样 不一就是无虚 不义就是无时 无时无虚 有什么两样 一个意思 便是法法皆如诸法如意 此正佛之所正所得 即是佛之原见 虽见而不利见 乃能于一切法不止而无我 乃能如是如是就尽正得 这一段话很重要 使我们想到佛在 冷言经里面告诉我们 附楼那尊者一段话 尊者向世尊请教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以后在佛门 被称为根本大问 他这个问题问的是 一切众生 为什么会起无名 本来是佛 为什么会起无名 无名从哪里来的 怎么起来的 将来成了佛 无名断掉了 成佛了 成佛之后会不会再起无名 冷言经第四卷 这是大问题 根本的问题 佛告诉他 知见立之 是无名本 答复无名从哪里来的 知见立之 此地是 虽见而不利见 这高明 他没有无名 我们见了之后 要立一个见 立一个见 就是执着 有一个见 这就是无名 冷言经 在我们中国号称为 开智慧的冷言 是蛮有道理的 冷言经 说得详细 讲得透彻 佛的佛之佛见是什么 原之原见是什么 就是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是不一不一 无时无虚 法法皆如 这就是佛之佛见 果然气入这个境界 那个人心绝对清净 绝对不会再有妄想 分别 执着 如果你还有妄想 分别 执着 你不但没有入这个境界 连佛说的这几句话真正的意思 你也没懂的 只不过是道听徒说而已 听人家这么讲的 真正的意思不懂 真正意思要是懂 哪有放不下的 诸位要晓得 我们这一切起心动念 妄想 分别 执着放不下 放不下是你没看破 原知原见是真看破 万法一如 无时无虚 不一不一 你还想什么 世间人起心动念 大概第一个念头 我想的什么 你能得到吗 无时无虚 不一不一 你的什么 有什么东西你能得到 只要有一样东西还想得到 那就是无明 那就是虽见而立了见 他不是不立见 他立了见 这个地方的确相当的维系 你还是在一切法里面有执着 有执着就不是无我 有我 我所有的 这个与心性真相完全相违背 看看诸佛如来 他们跟我们做法恰恰相反 舍得干干净净 真正是一法不利 世尊当年在世所表现的 他的出身是王侯之家 是富贵的家族 他完全舍弃掉 去过一种脱波的生活 树下一宿 日中一时 他过这个生活 这个视线 表现的是什么 一切放下 统统放下 表现这个 在中国唐朝时候 旁运居士 这很多同修都知道 旁居士也难得 也做了一个样子给我们看 他也是一个富贵的家族 他学佛了 道理统统通达 明了 看破了 看破之后放下了 他怎么放下的 把他家里面的金银财宝 全部装在一条大船上 船滑到江中心 砸一个洞 整个城下去了 全部不要了 有人问他 你既然金银财宝不要了 为什么不拿去做一点慈善事业 就寄别人 那是好事情 他留了一句话 好事不如无事 你们想想看这个味道 好事不如无事 人人都无事 天下太平 人人都想做好事 天下大乱 真正的好事是无事 他全部舍弃掉了 那生活怎么办 他卖草鞋 草鞋现在诸位看不到了 到草编的 编的草鞋 大概在中国内陆可能还有 一双草鞋卖几文钱 每天编几双草鞋卖了 去过日子 他愿意这么做法 跟释迦牟尼佛托波 那个味道很相似 这是视线给我们 看破之后能够放下 与道相应 就是与法性相应 过一种纯粹天真自然的生活 心里面没有一丝毫的忧虑牵挂 舍得干干净净 这要不是真正看破 做不到 这个看破是讲见地 你的见地到什么程度 完全从生活当中能观察得出来 一意不直 是破除我见知会见也 这个意思好 我直是最难破的 难在哪里 不是执着 一 就是执着 一 这个一意 不是执着 有 就是直 空 空是一 有事太多了 花样太多了 是一 总是落在两边 总不能够会归到中道 中道是两边都不执着 一意不直 就是空 有两边都不执着 这样才能够破我向 破我见 四 我见难除 不外两种理由 一 见礼不明 二 自以为是 欲破我 首当明理 开佛原见 撤明其礼之位也 先说五言以明不直一 为见礼不明者说法 即说何杀以明不直一 为自以为是者说法 我见难除 不外两种理由 一 见礼不明 二 自以为是 古来大德 为我们分析说明的 确实很有道理 礼 就像前面所说的 诸法如意 法法皆如 无时无虚 不依不依 这是礼 你对这个礼没有透彻 没有明了 所以你放不下 诗在讲 第二个还是从第一个来的 如果见礼明了了 绝不会自以为是 还是见礼不明 自以为是那个麻烦就更大了 见礼不明时所知障 自以为是烦恼障 这二障具足 你怎么能破我 欲破我 首当明理 开佛原见 彻明其理之位也 开佛原见 就是彻底明了 宇宙人生的道理 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 你要是通达明了了 这就是佛之佛见 先说五眼以明不值一 这个意思懂了吗 五眼虽然说五个 实际上是一个 是讲 见地 肉眼 我们看到肉眼了 那法眼在哪里 慧眼在哪里 我们这两个是肉眼 没有看到佛有十个眼睛 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阿罗汉有四个眼睛 没有看到 论见地 见地是一 从作用 这是有五 也就是他这个见 见地能力的大小 功夫的浅身 分作五个 用这个方法来说明不值着一 佛问 如来有肉眼吗 有肉眼 如来有法眼吗 有法眼 那不执着 你说有 都有 而不是说 如来有佛眼 五种眼都叫佛眼 前面我们说到 众生有肉眼 其他的也没有 天人有天眼 肉眼也是天眼 不执着 一亿都不执着 不执着一 为见理不明者说法 对象在此的 破他执着一 接着又说恒河沙 就是这一段经文 既说 河沙以名不值一 为自以为是者说法 他的对象 前面五眼 是对见理不明的人说的 这一段讲恒河沙 是对自以为是的人说的 如果我们要不是 很冷静的来看这个经文 真的看不出来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五 经教以一亿据不可值 见将从何安利 则我一语据化矣 实在说 如果不能深入 金刚经的义去 这个功效做不到 几个人念了 金刚经就开悟 几个人念了 金刚经四项 四剑就破了 有是有 好像自古以来 只听说有六祖会能 就这么一个人 六祖会能 以前没听说 以后好像也没有听说 这才晓得难 这才晓得学班 若不如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往生的人 你看有多少 眼前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就不少个 这就知道我们的根性不行 金虽然是讲讲 讲讲你才晓得 教好难 不容易 摆在面前 都不晓得佛说的是什么意思 说出了 稍稍体会到 是真的 确实是有这么深的意思存在 可是我们就是没有法子体会 虚实 一意 空有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摆脱 不落在空边就落在有边 不落在虚边就落在实边 总是这个毛病 这两小节经文真正的用意 就是教我们两边放下 两边都不执着 我们无始劫来的健忘 冷言经 上讲健忘就是平常讲的妄想 才能断得了 妄想 分别 执着 才真正能够打掉 六 不依不易之意 未般若知刚踪 佛法之要领 可以贯通一切法 此经令通达无我法者 先通达呼辞 此句 开之则为八步 十步 十二步 十四步 详参 讲义 卷四 夜三十八 不依不易之意 这个义里 义去 未般若知刚踪 般若经 的刚领 般若经 的宗旨 就是这四个字 佛法之要领 也只有这一句 可以贯通一切法 一切佛法 一切世间法 都不出这一个原理原则 此经令通达无我法者 先通达呼辞 你要想真正通达一切法 无我 你一定要晓得不依不易 这个道理 知道不依不易的事实真相 你才能够了知一切法 一切法真的无我 我是主宰的意思 一切法原生 哪有主宰 原生持续的力量 在凡夫教业里 譬如我们今天的这个人生 我们现在明白 这个身体是什么 是刹那九百叶因果报的相续相 这是我们在佛经身身体会 了解这个身不依不易 无时无需 这个身体在世间相续的现象 它能够存在几十年 这是什么力量 业力 业力在支持它 虽支持它 这个身体有变化 有老病死的变化 这个变化也是业力在变化 明白这个道理 知道这个事实真相 我们在业缘上能够掌握 能够控制 我们可以使这个身体能够多支持一段时间 能够让它少病 少脑 确实可以做得到 明了了 可以支配环境 自己可以支配自己的身体 如果不明了 随夜流转 自己完全做不了主 最上乘的 还是了解的透彻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要通达无我法 要是安住在无我法 那就跟诸佛菩萨是现在世间游戏神通 无二无别 真正通达法无我 安住无我法 这个人就是成愿再来 他这个身体可以在这里支持一段时间 那不完全是业力 里面有愿力 愿力超过业力就是成愿再来 不必到西方极乐世界到价慈航再来 不必 愿力一下超过业力 就是成愿再来 我们整个这一生都改变了 没有愿力 我们这一生都是受业力支配 如果发得愿真诚 恳切 愿力超过业力的话 这一生就改变了 就是成愿再来 这个不可以不晓得 一定要 先通达呼词 你把不依不依的道理 要搞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此句 开支则为八部 中观论 上讲的八部 八部 是根据什么说的 就是根据不依不依说的 所以这是八部的根本沟 十部 十二部 十四部 祥参 讲义 卷四 叶三十八 将为农 金刚经讲义 第四卷 第三十八页 他讲的很详细 八部 十部 十二部 十四部 他讲的很详细 我们这里都把它省掉了 你们不怕麻烦的人 可以找 讲义 来看 这一段 后面还要接着来探讨 意趣甚深 甚广 对于我们念佛 实在讲也很有帮助 念佛的功夫 为什么不得力 说老实话 也是放不下 金刚班若 里面字字句句 他的主旨就是帮助我们看破 放下 这一段是看破 放下关键的所在 所以相当重要 不能不多说几句 今天就讲到此地 感谢观看